哈喽,大家晚安,我是淑君阿姨 刚刚呢,因为发现资料有点错误 有点小傻眼哦,所以呢,就是要重新整理过 所以刚刚非常抱歉 还是要跟各位问候一下,不想您吃饭了没 还是在准备煮饭 那希望呢,您现在如果刚好手边没有事情 就耳朵借给淑君阿姨 因为呢,这几天,尤其是阿姨在10月31号 那在市政总咨询完之后,我有PO上我的脸书 那很多人就很关心说 诶,什么叫做,就是从公路客运改为 就是设侠公车之后啊 那1280就是可以怎么样 他们觉得很多东西是不是很懂的 那数据码就借这个结果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实呢,在公车里面,你们会常看到 就是四码的数字,还有三码的数字 譬如,1211,12110,叫做四码 它是属于呢,由中央的管辖 也就是公路总局来管辖 所以我们叫做国道客运 那另外呢,你会看到就是三码公车 那也就是什么920啦 946啦,945,937 948等等 这个呢,就是由我们新北市政府来经营的 来 经营,应该不是哦 由新北市政府来管辖的 那所以呢,它是属于用所谓的就是断票的方式 那不像刚刚的四码公车是所谓的用里程计费 那我有把它做出这张表格哦 来做一个就是一个分析,让各位能够更清楚 你刚刚拍轻一点哦,这样的字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得很清楚这样的字哦 来,刚刚有特别讲过哦 我们以121来举例好了 它叫做公路客运 也就是国道客运的意思哦 它叫做四码公车 那现在呢,我们希望在明年能够呢 做一些调整 那由新北市政府这边来协助 那我们这边就叫做 就是新北市公车 也就是三码的 然后叫做四码公车 那这边的差异性有什么呢 那我们就以俗君阿姨这个服务处来讲的话 以东湖路口到台北市政府 OK,1211 那这样子,如果呢 是很多人他常搭车是 并不是每天需要搭的 然后可能就没有办法办任何的票券 他就会可能用全票的方式是50块钱 好,那现在三重客运呢 会针对月票的这些成人哦 会打个八折 那打完之后就是变40块钱 那针对学生呢 他就会设定到你什么时候毕业 那学生的月票呢 就是30块 OK,这个是在没有调整 由就是公路总局来管辖的时候 他就用里程计费 那明年如果可以调整成就是我们的四辖公车 就是三马公车 那差异性是什么呢 也就是你今天一样哦 你用全票你也不用去分什么次数 你只要搭的 就是只有用两段票就是30块 他不用管你搭几次哦 就是每个月搭啦 每天搭啦随便也就是30块钱 那学生的部分是24块钱 那我们再来看哦 你看,以成人来讲 以成人用半月票来讲哦 是40 然后呢,用两段票之后就30 所以呢,你早上搭省10块钱 晚上搭又省10块钱 一天就可以省20块钱 所以这样子长期一累 约下来就可以省掉蛮多的金额 这就是他调整之后的一个比较表 那我们另外再来看这一张哦 这一张是1210一样四马公车 改之后呢,改成就是我们的四辖公车 那我们一样是以服务处为例哦 然后呢,到我们的台北车站 我们知道吗 1210就叫台北车站 OK,好 那全票的部分呢 它是就是偶尔搭乘的部分是55块 没有任何的折扣 那成人的部分是44块钱 好,打完折 那学生票是33 好哦,来看这边,这是重点哦 改制之后 假设可以调整了 好,变成就是两段票 它全票只有30块 不管你搭920,948,936都是30块钱 没有错吧 OK 那学生票一样这样 来看有多少差异 如果说你今天是成人的八折 44块钱 30是14块 一天就差28块 好,我想呢 这个就是我们想期待的 那当然 未来这边都改成三马公车之后呢 它就可以跟现在所办的所谓的1280的这些定期套票一起来使用 然后到各个捷运站口就可以来办理了 那不晓得各位针对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是不是觉得有帮各位能够做一些省钱 然后呢有节省到 那另外也就是说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整呢 因为我在跟侯市长一直在沟通这件事情 我就告诉他 每天大家觉得这样子到台北 搭车其实负担是真的很重 但是呢为了让我们的交通能够更疏解 不要这么拥塞 就要鼓励大家怎么样搭乘大众运输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部分呢 能够做一个大幅度的调整 那希望呢各位也能够有好的建议 也可以留言重要是你要帮熟群阿姨分享哦 她刚刚翻山导柜找到一个好东西 这也就是呢二分之一 其实还蛮喜欢他们家的色彩很鲜 二分之一的马克杯都非常的漂亮 好但是阿姨只有四个 拿出来跟各位分享 谢谢我们二分之一零口店的丽丘姐哦 然后呢提供给这项的一个小礼物 那我们就分享加按赞 公开哦 然后到11月4号的晚上10点 那之后呢我们编好号码之后 我们会来抽出四位的幸运额 还希望任何的一些政策 都能够对各位是有帮助的 那当然解决领口的交通是你我的责任 那也拜托大家可以呢 利用这两天有空的时间 看一下阿姨10月31号 然后我分成三篇的一个总咨询 里面呢有很多跟市长的一些精彩对话 也希望你们在下面留言给我更好的建议 再次谢谢大家 刚刚不好意思哦 有点凸臂不好意思 拜拜 拜拜 拜拜